台东都拉安关海平台案记29号有4位民众 疑似使用电气设备裁补水产动植物 被案巡队巡逻战人员发现 经初步调查 现场确实有使用自制的电气设备 在近案违法进行裁补行为 而4人依违反雨夜法规定 后续将移送台东地检署进行侦办 将捕捞到的渔获全数到处 可以看到有鰻鱼、炸虾、炸鱼等渔获 台东都拉安关海平台案记29号晚间 有4位民众疑似使用电气设备裁补水产动植物 被案巡队巡逻战人员发现 经初步调查 现场确实使用自制电气设备 在近案违法进行裁补行为 鱼获既有鰻鱼、炸虾、炸鱼及螃蟹约3.7公斤 而4人违法进行裁补 依照违法渔业法使用电气或其他麻醉物 裁补水产动植物规定 后续移送台东地检署进行侦办 本队第二机动巡逻战人员 于昨天晚上8点20分 在台东都拉关海平台巡逻期间 使用热行象仪 发现市民民众已是违法电雨行为 经调查后 现场确实有使用电气设备 进行违法裁补行事 鱼获既有鰻鱼、炸虾、炸鱼及螃蟹 约3.7公斤 全案已将以违法渔业法 移送台东地检署申办 第一三案巡队表示 民众若有使用毒物、炸药或其他爆裂物 及电气或其他麻醉物 裁补水产动植物时 属于违法行为 除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新台币15万元以下的罚金 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以身事发 记者杨子萱、东河相报道